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睡觉姿势也与性格联系在了一起 很多人也在剖析睡眠姿势与性格之间的关系 虽然不知道睡觉姿势和性格之间有什么关系 但是睡眠姿势却与你的健康息息相关 睡眠质量好坏影响人的身体健康和精神状态 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会 每天都按时作息 早睡早起 但一觉醒来 还是浑身酸痛 疲惫不堪 其实 这是由睡眠质量不高导致的 影响睡眠质量的因素有很多 其中睡姿势不可忽视的一个 一 不当的睡觉姿势可能是导致死亡的凶手 一 趴着睡 也许有人会认为趴着睡有安全感 也更容易睡着 但是专家却表示脸朝下趴着睡 是最不健康的睡贼 这是因为人们在趴着睡的时候 为了方便鼻子呼吸喘气 会歪着头睡觉 脖子上颈椎本来就有弯曲弧度 颈椎长期保持歪着姿势就会容易变形 也经常落枕脖子疼 多浅 这样睡觉面部血液不流通 肌肉会麻痹不能练水 所以晚上睡觉老会流口水 还有 人在趴着睡觉的时候 身体的重量全压在下半身 尤其是胸口会被压疼 心脏承受的压力也会增加 很容易出现趋氧窒息 宫血不足的情况 等 左侧卧睡觉 向左侧卧着身体睡觉 对于人们来说 就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睡罪 大家都知道人的心脏在左边 侧卧身体的时候 全身的重量都压迫在左半边身体 心脏承受的压力也会增加 还有 人在晚上的时候 体内的血液循环速度慢 而心脏在受到压迫的时候 宫血就容易出现问题 要是身上有高血压 或者是血管不好的人 长期保持侧睡的睡觉姿势 就会增加死亡风险 尤其是过了五十岁的人 已经一只脚步入老年 身体机能老化 血管弹性和血液循环也不如以前 更要尽量避免这种睡罪 三 脸巢上以大自行姿势睡觉 其实这个也是不利于健康的睡罪 不仅容易打呼噜流口水 还会影响血液流动 容易出现器官缺氧缺血的情况 不过 你要是颈椎和腰椎不好 就可以保持这个姿势睡觉 但是 家里的枕头一定要选择高十厘米左右 枕头面前面高后面低 枕头材质要不软不硬 对颈椎才有好处 对 那些是合适的入睡姿势呢 其实 采用特定的睡姿 可以减轻关节痛的症状 而怎么睡取决于疼的关节是哪一个 总之 关节疼痛时 睡姿的根本原则是保持身体处于自然状态 避免压阔疼痛的关节 一 背痛 减少背痛的重点是让脊柱保持自然曲线 因此最好的姿势是平躺 然后在腰窝的位置放一个高度合适的枕头 同理 有颈椎病的人也要保持颈椎的自然曲线 枕头高度不要太高 不要太软 稍稍拖起脖子即可 一 肩痛 肩膀痛可以采用见侧侧窝窝的睡椎 不压迫疼的那一边 但要注意 一定要选择软床垫 否则一侧肩膀长时间受硬床垫的压迫 睡着后很容易不知不觉中就自己换另一边睡 又发疼痛 四 膝盖疼 膝盖疼的人睡着后两条腿相互接触很容易引发疼痛 因此可以在双腿之间放一个枕头或其他柔软的东西 来减少双腿的接触 四 大憨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是一种睡眠时候呼吸停止的睡眠障碍 睡眠时以打酣为主要特点 这种人睡着后舌根后嘴 阻塞气到后就会引起呼吸暂停 因此为了减轻舌根后嘴 建议侧窝睡 不 怀孕的人孕晚期孕妈们失眠高法 此外子宫压迫下腔静脉 可能还会引起孕妈养窝位低血压综合症 所以一般要求左侧窝位睡觉 最好能再在腰部加一个枕头支撑 怎 睡觉时间太久了也不好 一 记忆力开始变差 如果说我们的睡眠时间过长 每天超过了十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很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记忆力开始不断减小 很容易就会导致我们的脑部呈现出一种亢奋的状态 从而很容易就会损害到我们的神经中梳 时间久了 很容易就会导致我们的记忆力开始慢慢下降 这对于自身健康的影响可能是非常大的 对 可能导致脑工穴出现不足 如果说我们经常睡觉 睡眠的时间过长的话 很容易就会导致我们的脑工穴出现不足 这种情况就是由于我们过多的睡眠 导致我们的心脏活动有所减退 从未 我们就会出现大脑工穴不足 出现头晕脑胀的情况 对于自身健康的影响可能是非常大的 所以 假如说我们一觉醒来 出现了头晕脑胀的情况的话 我们就需要判断 是否是自己出现了脑工穴不足所造成的 及时避免这种情况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此 影响到我们的肠胃 我们的肠胃和我们的睡眠一样 都是有生物中存在的 什么是生物中呢 其实 就是我们每天早上按时排便 又或者是每天排便的次数 如果说 我们的睡眠时间过长 一天超过了十个小时的话 很容易就会导致我们排便异常 很容易就会导致身体内的粪便 没有办法及时排出体外 这对于自身健康的影响可能是非常大的 所以 我们按时睡觉 按时起床 对于我们的肠胃健康也是很有帮助的事情 此 导致自身血压有所上升 如果说 我们非常喜欢睡觉 每天睡眠时间都超过了十个小时的话 我们也是需要有所重视的 这是因为 经常睡觉 很容易就会导致我们自身的血压开始上升 这对于自身健康的影响可能是非常大的 所以 那么一天要睡多久才是合适的 一般来说 我们需要保证每天多少小时的睡眠时间 才对自身健康有益呢 成年人的睡眠时间 应该控制在六到八个小时 老年人的睡眠时间 可以适当短些 应该在五到六个小时 睡午觉 对于老年人的身体健康非常有必要 年轻人的话 睡眠时间应该保持在七个小时以上 睡眠时间的充足 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是很有必要的 不 佛教倡导的睡罪 吉祥握 吉右侧握 曲弓以右手做枕 两足叠起 身体围曲做弓形 左手放在左腿上 膝盖围曲 要注意和上嘴 舌头轻轻顶着上了 这是吉祥的睡罪 不会多做梦 要做梦也是好的 佛陀入灭时 是这个吉祥姿势 用现代医学去分析 这种握嘴 周身肌肉都放松 血液畅形无疑是最好睡罪 对于我们的睡眠来说 睡眠质量更是尤为重要的 很多时候 我们有一个充足的睡眠时间 不如有一个良好的睡眠质量 睡眠质量对于自身健康是很重要的 甚至 有些时候 我们有三小时的良好睡眠质量 比拥有一个长的睡眠时间要更为有益 对自身健康是很重要的 所以赶快起来换个健康的姿势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